那么我们的最大的障碍 就是妄想分辨 清凉大四十 这个题里头有横杀信的 横杀是比喻 横和杀是什么 自信的 万德万能 这个德能 自信本句的德能 就是化了 原来这个莲化了 是代表自信的信 世出世间 过去现在未来 一切殊胜的古法 统统含藏在 这个话里 就是在自信本句德能里面 就叫它做藏 化藏是什么 化藏原来是自信 用莲花来表 很有道理 莲花说 因果同事 我们自信的 信德寒藏 也是因果同事 这化藏的意思 所以佛法难懂 难在 意在言外 你在他言语 在他文字里 看不到东西 你要从言语文字之外 去体会 你才能晓得 佛讲经说法的巧妙 佛讲经说法的艺术 很含蓄 这个说法呢 有好处 不直接了当 后盘说出 直接了当 跟他说出 把你的误门堵散 你不会全误 这种方法 来说法的时候 让你的细心的人 心情的 霍然开悟 佛 终极的目标 是叫你开悟 不是叫你知道 这些常识 常识有什么用处 不能解决问题 佛用的这种教学方法 高明到极处 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没有一个法门 不是诱导你开悟 这叫真善知识 真正的好老死 这是华藏一个说法 阿 尼 佛 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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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 佛 阿尼 佛 阿尼 佛 转秃 佛